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我是魏惟 是這樣子的,有同學問我問題 我現在來回答同學的問題 那第一個這個是很鎮豔的問題 這是跟tableview相關的問題 他說他做了一個這樣的畫面 然後他的問題是說 想要... 那這邊有個tableview 那這個tableview是照我的一個方法做出來的 是固定內容的tableview 叫static tableview 這樣 那... 希望呢 這個有... 雖然是固定的這個tableview 但是希望這個cell 能夠適當的調整大小 這是他的問題 好,所以... 然後他的畫面是這樣子 有一個... 應該是一個imageview在上面 那我就來把這imageview的圖 我把它截下來 好像這樣 那我就存檔一下 好,那我看到這個是一個畫面 擺在這個... Navigation裡面 Navigation controller裡面 那下面這邊又有一個tap bar 這樣子 像這樣 那... 我們就來做這樣的畫面 因為常常裡面也會碰到像這樣的畫面 就是你的... App有... Navigation 也有tap bar 然後又有... 嗯... tableview 全部都在裡面 那我們就來做... 我們來開一個新的專案 比方說這邊我來開一個... 嗯... 我就叫做fintech的專案 存檔的話我就存在這個... iOS裡面 好,那...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嗯... 固定的這個tableview 所以... 嗯... 我先到... main.storyboard這邊 這樣... 我來搜尋... 欸... 我為什麼一開始就有錯 我們一開始就來搜尋... 嗯... tableview controller 這樣... 然後... 把這個先刪掉 然後讓這個tableview controller 當作第一個tableview controller 所以這邊我就選... Is initial view controller? 這樣子 我這邊一直有一些問題喔 好,那我就來...嗯... 真的執行一下 我選... iPhone X 希望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喔 像... 所以...嗯... 你在開發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就寫一寫程式馬以後 你就執行一下 好,所以現在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 嗯...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就有tableview在這邊 那它的app就是有一個... navigation... 嗯... bar在上面 所以要做到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 嗯... tableview controller 包在... navigation controller裡面 這樣... 做...這樣... 就選... editor 然後選... embed in embed in navigation controller 所以就有一個... navigation bar在上面 像這樣 那接下來下面呢 有一個... tap bar... 這樣... 所以... 所以... 我就把我的這個... 包在... navigation... 裡面的這個... 呃... 呃... 這個view controller 再包在... tap bar controller裡面 比方說... 我再用... editor... 把它包在... tap bar controller裡面 這樣... 然後... 我們就有了這樣的畫面 那它的... 是有四個... 什麼探索活動 會員資料 活動進行室 活動管理 所以... 那... 我再來加幾個... 嗯... navigation controller 跟view controller 比方說我這邊 加一個view controller 放在這邊 這樣... 然後... 還有三個... 所以我就... 一面按的... 一面按的鍵盤上面的... option 然後一面可以拷貝出... 嗯... 其他的... 沒辦法這樣拷貝 我就直接拷貝好了 先把這個... 呃... view controller embed in navigation controller 像這樣... 然後我來拷貝... 三個... 好... 這樣... 那我就把這些都... 包在... 這個... type bar controller裡面 所以... 這邊... 第二個... 然後這個是第三個... 然後... 這邊這是第四個... 好... 所以... 呃... 他的第一個... 這邊... 這個是... 我看一下是什麼... 探索活動... 好... 所以這個是探索活動... 好... 所以這個是探索活動... 然後這個是... 會員資料... 所以這個是會員資料... 那這個是活動進行式... 我剛才沒記錯的話... 那最後一個是什麼... 活動管理... 所以... 這是活動管理... 這樣... 那我再執行一下,看我做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做對 好,所以沒有問題,我這邊就有四個Tab Bar 然後上面有一個Navigation Controller 這個Navigation Bar在這邊 好,沒有問題的話,接下來我們就要在這邊加一個Image View在上面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這個Tab Bar Controller 那這個Tab Bar Controller,我們想要讓它在這邊設定成 它是Static Cell,是固定的Cell 這樣就變成了固定的Cell 然後呢 這邊就寫這些名字喔,這樣子 那可是這上面有一個圖片喔,這樣子 在上面 它這邊有個圖片在上面 所以喔,知道了,它的意思是說 我有交一個,這個下面是Table View 然後上面是,喔,我是把這個Table View包在一個 包在一個 Contain View裡面喔,所以我再來做一下 所以我先斷開這邊的連結喔 比方說,我把這個弄斷 先斷開這邊的連結 好,這是我的Table View 然後我再拉一個 Navigation Controller ,沒有,我再拉一個View Controller在這邊 然後上面呢 我把這個包在Navigation Controller裡面 我像這樣 這邊來放一個Image View 這邊來放一個Image View 這個圖喔 那是在我的桌面 我的 這個 那我就叫這個圖叫做 Fintech 這樣我就把這個圖 拉到 我的Assess.se-assess裡面 我來顯示這張圖 我來做一下Auto Layout 我先固定它的 Span Ratio 固定它的縮放比 接下來呢 固定它寬度延長到兩邊 那剛才我固定它的縮放比 所以高度也會跟著寬度等比例放大 那X座標呢 因為寬度延長到兩邊 所以X座標就置中 那Y座標呢 就距離上面是0 這樣我就做好了這張圖 好,做好這張圖以後 我就把這個Table View放在下面 然後叫做 那個做法是這樣子 那個做法是 先搜尋 一個叫做Contain View 發現 Container View在這邊 差點以為找不到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Container View放在這邊 來固定一下這個Container View的Auto Layout 就距離每個編輯都是0 我先把它調整一下 然後設定距離每個編輯都是0 好,這樣我的Container View就設好了 那這個Container View 那這個Container View的這個 目前他們這邊的連結是一個 目前他們這邊有連結是一個 View Controller 就把View Controller刪掉 然後讓它連結成一個Table View 這邊是Embedded 選這個 好,所以這裡面就包了一個Table View 我來執行一下看看 好,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跟 它看到的樣子差不多 就是有這樣 有一個Table View 然後上面有一個圖片 然後這邊是 Navigation Controller 然後這邊是Table Controller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在這邊 加上一些 Table View Cell 做法是先選到Table View 那目前呢 這個是固定的Cell 目前有 這個有三個Cell 那它是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有七個Cell 所以我們就來加入七個Cell 選這邊 然後選這邊把它改成七個Cell 這樣我們就有七個Cell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 設定一下這個 內容 比方說這個是活動一號 然後接下來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在這邊加一個文字標籤 Label 放到這邊 這是活動一號 這是活動一號 那我記得這是出體 所以我來把它改成出體 那接下來是活動時間 這邊來加活動時間 這邊 接下來是活動地點 然後還有什麼呢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這邊 這個是空間一號 好 那這邊呢 這個 這個我來拷貝一下這邊 我提到這裡 這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 20185月1號到20185月2號 這樣 那我來做一下這個Table of Sale的Auto Layout 就固定寬度跟高度 然後設定 然後設定距離左邊是5 然後設定Vertical Vertically in Container 這樣就做好了 這個也是一樣 固定寬度跟高度 距離左邊是5 然後Vertically in Container 就設好了 那這個呢 我來固定它的寬度跟高度 距離左邊呢 我就來距離個20 這樣 然後也是Vertically in Container 這樣就做好了 活動地點 這邊 距離這邊是20 好像不太對 距離這邊是 我來看一下 目前是距離 20 那我來距離個 50 好了 這樣 那接下來 活動空間 鼓定寬度跟高度 然後距離這邊是5 Vertically in Container 這空間1號的話 我就距離左邊50 然後 嗯 鼓定寬度跟高度 欸 好像沒有那麼多欸 距離 左邊 哇 這個先刪掉好了 先選它是Vertically in Container 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這個 是Superview 知道了 距離Superview是50 所以這邊 這邊 重新設定一下 距離Superview是50 這樣我應該有設定對 接下來 活動內容這邊 我來固定寬度跟高度 然後 距離左邊 5 然後設它是Vertically in Container 這樣 這樣我就大概把 它的內容都做好了 好 好 那接下來是最後這一格 最後這一格 它希望 就是這個 這個格能夠放大一點點 看一下它的問題是什麼 它的問題是說 設定Sale的高度 希望能做到自動調整 這個Sale的高度 這樣子 那 調整這個Sale的高度 有一個方法 叫做 什麼Height for Sale 什麼什麼的 對 那怎麼做呢 就是 比如說這個 現在這個 TableviewController 我們今天連到 我們 還沒有連到我們的類別 那我們來 開一個TableviewController 比方說 比方說我在這邊 新增加一個 檔案 然後它是 TableviewController 的值類別 叫Tableview 叫Tableview 買TableviewController 好了 好 有了這樣的程式碼以後 回到 面點Storyboard 我就可以把這個 設成 TableviewController 然後接下來是 我們是 0 1 2 3 4 5 6 就是第六個Cell 它的高度要高一點點 所以 我可以這樣寫 我可以有一個 這邊我都不用再寫了 可是我可以在這邊寫 有一個叫做 Height For什麼的 這邊 有一個叫做 Height Height for road at index pass 這個 Height for road at index pass 那這邊你就可以 設定它的 高度了 這樣 其實最主要的解法 就是這一行程式 就是這個函式 或是這個方法 這樣子 比方說 For index pass 就是 如果 index pass .road 是 第六個 就 最後那一格的話 這邊呢 這個高度 我們就可以調一下 return return多少呢 不要說 100好了 那其他的高度呢 是多少 我看一下 他的高度是 比方說 在這個 table of itself 他的高度是 44 他高度44 所以 如果是第六個的話 他高度是100 那 else 如果不是的話呢 44 這樣 其他的話就44 那如果是6的話 就100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再執行一下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邊就是比較大一點點 比方說可以再大一點點 比方說200 這樣 我的那個 xcoach有點當掉 我來重新開一下 那種beta版容易當掉 好 好那我再來執行一下 好那我再來執行一下 好 好所以你看 接下來這個就很大 那我們就在這邊要顯示一些內容 這樣 那 我就在這邊加一個 可能加一個 txt view來顯示內容 在這邊 搜尋txt view 這樣 我把他放在這邊 好這樣 那這邊這個txt view 我來固定他的 設定一下他的Auto layout 比方說他距離 左邊是50 距離上面是5 距離 右邊是5 然後距離下面是5 就這樣 我有沒有設定好 看一下 目前有設定 設定好了 好這樣 固定一下他的Auto layout 然後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活動內容就在這邊 這樣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可能這邊的內容 會不太一定 那可能就是要 跟著這個內容 然後來說放 跟這個內容來說放 最後這格的大小 所以你就要 第一個你要知道 你只要怎麼樣 改動這邊的內容 還是因為 這個可能是 您自己改的 這樣 您已經把這邊寫好了 那可能就已經 已經解決到你的問題了 所以這邊 你只要 你只是這邊已經有了文字 比方說這邊這樣子 可是這邊只能顯示這麼多內容而已 然後其實這邊的高度也是這個高度 所以你的問題應該已經解決了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填入 你自己要顯示的活動內容 然後高度的話呢 高度的話 就是在這邊就可以調了 高度在 有個這個 high for row and index pass 就可以調了 這樣 然後這邊就看你的這個 要調多高 那其他的 就是44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這個 很正宴的問題 謝謝你問問題給我 那我自己也學到了一些東西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留言問我 那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謝謝